云书写作文素材课,听完就会写作文。 嗨,你好,我是彩彩风。 我是冠冠熊。 今天的主题是,铃铃铃,上课啦。 说到上课铃声,冠冠熊,你有什么印象? 铃声的声音很大。 那怎么写出铃声的这个特点呢? 你可能没有想过吧,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素材讲一讲 这条素材出自瑞士作家艾弗琳娜·哈斯勒的《香草女巫》。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这时,上课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爆响的铃声震得树叶都速速发抖。 嗯?每天都听上课铃声,这次好像有点儿不一样。 嗯?哪里不一样呢? 我发现这铃声响得特别急,一声接一声的,好像在催同学们快点儿进教室呢。 哈哈,没错。所以,素材中用了急促这个词,说明铃声特别急,想起来节奏特别快。 为了突出铃声的急,作者还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你发现了吗? 我知道,是爆响。 是的,爆响,这个爆字,也写出了铃声响得特别突然,是一下子响起来的。 而且这个词说明,声音不仅急促,还特别响亮。 是啊,有时候玩得正高兴呢,上课的铃声突然响起来,吓我一大跳呢。 冠冠熊,你玩得可真投入。那你说说,作者是怎么表现铃声的响亮呢? 铃声震得树叶都发抖了。 对,突然响起的铃声,由于声音太大,震得树叶都抖动了。 本来是描写声音的,作者又加上了声音带来的影响,也就是树叶抖动。 这样就把声音很大写得更具体了。 哇,真的呀,我也要这样写。 所以呀,作者写铃声,不仅写了声音的节奏,响声的突然,还写了声音带来的影响。 素材练一练。 那么,冠冠熊,要把听到的声音写出来,该怎么做呢? 嗯,我们可以先来听听这个声音的节奏是快还是慢。 对,然后再选用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 比如,声音节奏很快,可以用急促的来形容。 我知道了,声音节奏很慢,可以用缓缓地,腰长地来形容。 哇,你真厉害。 接下来,我们可以学习素材里的方法,写写声音带来的影响。 比如,声音阵的树叶瑟发抖,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小花什么样,鸟儿听到这铃声又有什么反应。 还可以学习周围人是什么反应。 对,冠冠熊,你说得很全面,你来试着说一说吧。 比如,小花被震得微微抖动,鸟儿本来站在枝头上喳喳地叫着,这爆响的铃声吓得鸟儿一下子飞走了。 嗯,冠冠熊,你说得真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练手。 请你选择一种声音,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特点。 观察一下,声音响起来时周围的变化,说一说或者写一写吧。 想想,声音响起的节奏是快还是慢,声音大不大,周围的人或物有什么反应。 试着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分享给我们吧。 期待你的小作品哦。 谢谢观看,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坚持打卡好习惯,变身写作小达人,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另外,别忘了参加屏幕下方的讨论。 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交流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